再來這間 輕鬆駕去房屋申稅 真有合理嗎 中華一個消息是 你在家林工廠做作業員 因為媽媽過身 輕鬆駕 結果全勤獎金都去房屋申稅 原來這個公司有規定 一個月子可以排休六天 這六天包括分送貴金和貴金貸貸貸 如果超過六天 就不可以領全勤獎金五千塊 每個公司是發聲明說這是作業的屬室 已經把五千塊發行完工 也不過這間公司規定完工 一個月子可以休息六天 已經違法了 你是因為什麼因為被扣五千 因為秦桑架 消息是真受氣對兼的投控所 說自己的媽媽 今年一月過薪 請送家競然比靠薪水 公司規定一個月子可以排休六天 還要爆發分送貴金和貴金 超過六天就沒有專勤獎金 消息是真不合理 拿出離證 處理一些後續事宜 然後給你請的商家 然後根據勞基法的 我也是照你們這樣修 然後你就扣我全勤 我覺得很不合理 然後你這樣限制 我們只修六天 就好像變相性的反向 要強迫我們加班 公司看貴金流大 趕緊補法五千塊 專勤獎金 還要發聲明說是因為 月薄完工手勢 受影響的十一名完工的獎金 已經全手保法 商家的部分是屬於 法定給予的全薪價 那所以無涉於選舉獎金 那不能在猜情上 或者是薪資上 給予不利的對待 不過公司就讓完工 未休六天 入工廠標是這已經涉及違法 以利益稅來看 那至少一個月就要有八天 如果雇主來可以可扣薪資 那顯然有違法之餘 標出企業六天的消息 公司的冠軍補救 但是強迫要去到現場 已經受到影響